故事原地 小朋友 相信你们都知道 耶稣降生成人 是为了要救赎我们人类的 但是 有些坏心肠的人 就以为他来到 是为了要跟他们争夺权威 哈洛德王就是其中一个 这样想的人了 自从哈洛德王见过三位言士之后 他就很怕预言会实现 墨西亚 真的要来跟他争夺权威 所以 他想着骗那三位言士 哄他们说 找到耶稣之后 就一定要来告诉他 等他都可以去朝拜墨西亚 其实 他是想着 知道墨西亚的住址之后 就可以派人去杀害他 当然 他这个阴谋又怎能门得过天主呢 所以 当三位言士离开耶稣 准备回去见哈洛德王的时候 天主就报梦 告诉三位言士 叫他们立即离开 不要再见哈洛德王 哈洛德王等来 等他都等不到三位言士回来 就知道中计了 于是哈洛德王就依照 在言士那里探听到的时间 派人去把白冷郡周围境内 所有两岁和两岁以下的婴孩杀死 这个就应验了耶纳米亚先知所说的说话 在纳米亚听到了声音 痛哭哀嚎不止 纳哈尔痛哭他的子女 不愿受人的安慰 因为他们不在了 意思就是预示白冷的母亲 将会哀悼自己被屠杀的婴孩 小朋友 听到这里 你们不是很担心耶稣的安全呢 嗯 那你们大可以放心 因为天主除了托梦给三位言士之外 再派遣天使托梦给约室 叫他立刻带耶稣和马利亚逃去埃及 以及住在那里 直至天使再通知约室为止 所以约室就连夜带着耶稣和马利亚逃去埃及 逃离哈洛德王的独守 接着耶稣一家人就一直留在埃及 直至哈洛德王死了之后 天使再托梦叫约室去以色列 不过 当他们去到以色列之后 就听到一个消息 说阿尔克勒 计任了他父亲的位置 做了犹太王 他们很担心又会有事发生 最后 天使再指示他们逃去 加利纳亚的 纳扎纳城那里定居 所以 耶稣就被人称为 纳扎纳人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